這個清除我就不講了 因為清除很簡單 清除就是加那個空字串 不過清除的話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 如果你這個方法清除 你也可以怎麼樣 像剛剛我是用一個一個的清除 那同理可證 你也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要把這個清除改寫成什麼 那個Range的話 其實 當然第一個我會先把它註解起來 註解前面加單引號 那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有一招 就是在上面工具力按右鍵的編輯 編輯裡面有一個 如果你這邊有很多行 你要把它註解的話 使程式變成註解 這樣最快 把它打開又恢復了 然後呢 你可以把這邊清除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假如你要改成用Range來清除 其實一樣 你可以從 告訴他你從i13 冒號到i 其實你會都一樣 所以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些不用充檔 你可以拿剛剛寫過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啊 直接呢 從這邊到這邊 把它直接搬到這裡 就是從i13到i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這個可能要扣過來 最下面一列 i的最下面一列 那點下去 清除資料的話呢 它叫點CLEAR 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那我只要清除內容的話 就是CLEAR CONTENT 這CLEAR CONTENT就等於 把資料清空 但是只有清除資料部分 給格式不清除 所以如果你是CLEAR的話呢 是清除全部的意思 意思是說連格式也清掉 也說如果你裡面本來有 那個什麼框線啊 字的大小 字的顏色等等的 那CLEAR掉卻全部都消失了 這個概念有點像 我們以CLE裡面 那個什麼呢 郵標放這邊嘛 這邊不是有清除對不對 清除全部就是CLEAR 清除內容 就CLEAR CONTENT CLEAR FORMAT 有沒有 這幾個哦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對應的 也就是 那個VBA裡面 每一個功能啊 都對 當然你也不用死背 你就打一個 DEM CL CLEAR CONTENT 那我的習慣是按空白鍵 或者你可以用郵標點它兩下 這樣子保證不會錯 你如果自己打的話 第一個要打很多字 第二個的話 很容易出錯 OK 所以建議怎麼樣 點下去 當然前提是你要點對地方 有同學點錯地方 那個提示不會出現 那表示你程式有錯誤了 你就不要再繼續了 你就要檢查那個錯誤 這樣的話 你程式基本上怎麼寫都會 就是對的情況下 才會 才可以繼續往前 你不要說 點下去沒有 你又繼續寫 那一定錯 所以你要先找問題 第一個 可以把清除 也可以改成用範圍的方式 從 I13 到 後面沒有 AND 它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 點 CLEAR CONTENT 也就將來資料變多 它也會自動去往下找 這種方式 比較有彈性 OK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如果我今天用清除的話 那一樣 把這邊執行一下 一樣清除掉 OK 那當然如果將來呢 你資料又多一列的話 當然如果你又多一列 那如果之前的寫法 如果你不追蹤的話 當然它就不會清除 但如果你現在清除的話 它又會多 有沒有 又跑往下 因為它會自動追蹤 跟著什麼 跟著 A13往下追蹤的 最下的美略 OK 那這個是 輸出公式 然後清除 再來是月考 輸出結果 我如果要什麼 只是 在VBA裡面做完 就是我要的公式 再輸出過來 那這個 這邊的寫法 比較接近 前面的這個公式 就是 這種寫法 就把這個寫法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轉移到 這個按鈕裡面 那當然 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的話 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 一定也會跑回圈 for i 等於 13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這個數字 會越來越增加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數字 其實 就跟這個數字 很有關聯性 因為如果說 你的儲存格 位置會變動的話 通常 我會用 這個地方 會變動的話 會用sales 為什麼 因為sales 可以跟著 因為sales裡面 放的是一個數字 那你可以配合 那個回圈裡面的i 可以一直往下 但是如果說 將來呢 這個位置是固定的 像這邊有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我這邊會用range 比如說 一直都range的 什麼 D11就可以了 這個是E11 F11 所以呢 寫的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也是一樣 所以前面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月考 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呢 這中間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我把這些 先把它刪掉 這邊先刪掉 好 那 一樣的方法就是 for i 等於13 到最下面 net 然後輸出什麼東西 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剛剛提過 我可以用剛剛那個公式 然後做輸出 那公式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參考這一個 那我們這樣看 這樣看 你可以參考它 來這邊打 OK 那所以以後如果這個會變動 我就打sales 然後呢 哪一列呢 因為這個13點要變14 15 16 所以用i 逗點 哪一籃呢 欸 D籃 OK 那因為sales 它是先列 再籃 所以這兩個要顛倒 乘上什麼呢 後面這個是有錢的符號 比如說固定 那我用range range 然後哪一個儲存格啊 就告訴他說 在那個D11 這個位置 因為底下 反正回圈一直跑 反正我永遠都是D11 我都不動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呢 再加 後面 後面東西其實 好像跟前面這一串很像 所以有沒有 複製貼 所以按ctrl鍵 按ctrl鍵 把它拖拉過來這樣比較快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1 這邊改成1 然後再加上 後面的話一樣 把這個再複製貼 OK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F 先把它改F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邏輯啦 這個寫法是 他是計算完之後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看到的結果 他就會是想這樣 那一樣啦 當然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格式化呢 那你還是要 就是跟前面一樣 你變成說下面行 一定要再加一個格式化 所以剛剛有格式化 也許你可以拿這一行 直接補到這裡就好了 也是這樣 這個是格式化啦 所以這個我們一樣的做法 我就不贅述了 但是會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是問題 什麼問題呢 後面這個公式 好像有點太右邊了 OK 有沒有 變要怎麼 拉過來才能看到 右邊的程式 那以前你可能想說 是不是說我可以直接 按個Enter 讓他換行不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喔 特別重要 你不能隨便換行喔 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記得喔 要做一些事 這個我沒有講過 有沒有 你如果要換行的話 一定要在運算符號 加減乘除 或者Enter 前面是Enter符號 的後面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稱號 空白的後面 加一個底線 再Enter 然後也許我加一個Tab 往前 這樣會比較好辨識 這樣移開 它就不會出錯 這個我想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說你程式比較冗長的話 那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那個程式的撰寫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直接輸出結果 然後把它輸出這樣子 那最大的不一樣 是裡面看到的 會資料少很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直接輸出 等於你是直接計算完 再輸出 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 是剛剛是 直接丟公式 那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它好像直接丟公式會 相對啦 如果你本來已經寫好的話 那你就直接丟公式 感覺好像會比較簡單一些些吧 我覺得是看群群的 對 譬如說你的資料是會變動性的 對 那你如果丟公式的話 它一變動它就會跟著動 對 可是如果你資料是不變的話 去丟子就比較好 對啊 所以這個當然沒有說絕對的 不過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盡量每個都練習到 以後的話你們也比較知道說 欸 什麼情況下 用哪一種方法 不過後來我發現 大家最接受度比較高 好像還是丟公式 因為比較簡單 真的跑不動 蛤 但是真的遇到跑不動 對 會跑越 越跑越慢 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當然如果 當然丟公式可以 暫時可以看到一件完成 可是我剛剛講過 最佳話可能就是它的下一步 因為如果你用直接丟公式 當然它會越跑越慢 不過我後來發現 大部分會越跑越慢 就是你可能跨很多工作表 或者是你資料非常大 才會有感覺比較慢 不然其實 因為現在電腦真的太快了 感覺不太出來 因為我們公式跑不止一個欄 就是每個欄都有公式 然後Database也有兩三天 那就會有感覺了 那那個你就要想到最佳話的問題 所以最佳話當然 盡量就是用那個Range 用範圍取代那個Sales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盡量 可以用VBA去寫背後的程式 那就不要丟公式 除非真的不得已 像Dedif這種 實在是想不到什麼更好的那個 取代它的一個函數的話 那就直接用丟公式 暫時性的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試一下 這個剛剛部分主要就是兩種不同的輸出結果 當然也一樣可以達到一鍵完成的目的 不過一般外行的人看不出來 說真的 結果老闆看 對你都有了 對他也不會說 你這個是丟公式的 還是用VBA直接輸出結果 除非他本身就是真的已經了解程式的人 不然的話 對於這些細節他可能不太能夠去看到那個細節部分 當然最大可能會有問題就是效率 不過會有效率問題 感覺出來多半是你是很大量的資料 可能是藍數非常多 列數也非常多的時候 或者是跨很多工作表 那當然你會馬上感覺到 這個效率其實會差異性還蠻大 不過再怎麼樣慢 我想還是比土法鏈鋼來得快很多 再怎麼慢VBA 就是還是比你土法鏈鋼來得快很多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就是輸出 再來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制定函數部分 Function 部分